大家好我是马儿,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RX7是一个跑车传奇,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 RX7是为马自达推出的,目的是与丰田、日产和三菱竞争 在那个时代,1990年代,日本生产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跑车 因此,RX7直接投入了战争 虽然竞争肯定很激烈,但RX7成功脱颖而出 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车型 这主要归功于它的古怪、独特和出色的驾驶特性 你看,比赛当然有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技术 然而,它也更大更重 这意味着RX7是同类车型中最轻、最灵活的车型 它在像Miyata这样的小型跑车和像Supra这样的大型跑车之间 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中间地带 为了纪念这辆宏伟的汽车 以下是每位汽车爱好者都应该了解的实践是 一、轻量化优势 RX7比303000GT VR4000 这使得它在1990中成为最轻盈灵活的车型之一 二、美学设计 RX7以其简洁 流畅的外观设计吸引了众多爱好者 其细节处处显露出设计的巧思 三、转子发动机 一、RX7用独特的转子发动机 这种设计让它在动力输出和声音方面与其他汽车有所区别 四、排气系统过热警告 RX7的排气管在长时间驾驶后可能会变得非常热 为了保护车辆 它配备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和热排气警示灯 五、驾驶者导向的内饰 RX7的内饰以驾驶者为中心设计 提供了出色的人机工程学和驾驶体验 六、储物空间 RX7取消了无用的后座 取而代之的是充足的储物空间使其更实用 七、宽敞的后备箱 尽管尺寸较小 RX7的后备箱设计的相当实用 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扩展 八、弹出式大灯 与马自达MX5 Miata一样 RX7也具有弹出式大灯 这成为了爱好者之间的一种特殊打招呼方式 九、独特的驾驶体验 RX7在驾驶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乐趣 尽管不如现代车辆那样精确 但其操控性和反应性仍然令人满意 十、珍贵的价值 由于其传奇地位和限量生产 RX7的价值不断上升 成为投资者和收藏家追逐的对象 无论是对于马自达RX7的爱好者 还是对于汽车界的观察者来说 这款跑车总是能够引起极大的兴趣和倾倒 其轻量化设计、美学外观、独特的转子发动机 以及惊人的驾驶体验 使得RX7在爱好者中享有着无与伦比的声誉 不仅如此 它的价值也在不断攀升 使其成为了投资者和收藏家追逐的对象 无论是作为一辆经典的跑车 还是作为一种纯粹的驾驭乐趣 马自达、RX7都将继续在人们心中绽放着独特的光芒 如果你喜欢Mazda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zda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